玩炮就应该玩口径大的 上世纪60年代 美国海军在小口径舰炮方面 用的还是落伍的厄力孔20毫米机炮 该炮无论是在反应速度 还是打击威力等方面 都已经不能满足美国海军的胃口 于是在70年代末 他们便开启了新一代 小口径舰炮系统的研制工作 而作为厄力孔20毫米舰炮替代者的 MK38型25毫米舰炮系统 正式走入了我们的眼帘 MK38作为一种舰载武器系统 旨在保护战舰面受各种水面威胁 专打那种跑得贼快的小型水面舰艇 虽然该机炮经过八九十年代 美海军在东地区的各种护航任务 以及沙漠风暴 沙漠盾牌等军事行动 有着30多年的作战经验 但在最开始的那段时间 MK38与其他机炮一样 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其实很低 光最初的MK38Mud 0的评估 就拖了一年之久 由此可见 当时机炮的更新换代频率 是真的一点都不高 可能大家会疑惑 一个不受关注的小透明 是怎么被美国海军关注 并大肆装备起来的 在海湾战争期间 密布的水雷给海军的行动 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舰艇上的进程防御系统 虽然能起到一定的点射作用 但却十分有限 直到2000年 美军克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的发生 舰艇上进程防御系统 才被美海军重视起来 科尔号导弹驱逐舰 是美国海军阿利伯克级宙斯顿 导弹驱逐舰的第17艘 编号DDG-67 是美国海军中为数不多的几艘 以士兵名字命名的军舰 它隶属于乔治华盛顿航母编队 于1996年 编入美国海军大西洋舰队正式服役 2000年6月 接到美国海军命令后 科尔号前往海湾地区 执行联合国对伊拉克实施的禁运制裁 科尔号在10月12日进入也门亚丁港 预计在这里停留4小时补充燃料 然后前往海湾地区 然而就在当地时间上午11时18分 有一艘橡皮艇在靠近科尔号后 立即加大马力全速冲了上来 转瞬之间便与科尔号猛烈的撞到一起 紧接着就是一声震耳欲蒙的响声 划破了亚丁湾湿热的天空 在舰上官兵还没反应过来的情况下 爆炸把重达8000多吨的科尔号的左弦 炸开了一个长12米宽6米的大洞 船体大量进水 发生40度倾斜 连舰面甲板也一度进水 动力系统无法工作 幸运的是经过奋力抢修 在当天晚上终于控制住了海水向舱内的灌注 科尔号才免遭沉默的厄运 但这次自杀式袭击也使科尔号严重受损 并造成美国海军17人死亡35人受伤 此次事件被称为21世纪美国海军最大的伤疤 也就是此次事件之后 美国海军舰船在进入海湾地区前 都要采取非常措施 以防科尔号的悲剧重演 如2002年12月 美国海军杜鲁门号航母 从法国前往海湾地区 美国海军决定 每个派往该地区的航母编队 都要配属一支爆炸物和军火处理一小分队 以防某些组织暗中对美军舰艇进行自杀式袭击 而针对科尔号预袭暴露出的问题 及人工操作的小口径舰炮 在对抗小型快艇时 无论在反应时间还是射击精度上 都不能满足要求 于是进程防御系统开始被美海军重视起来 他们决定为所有大中型水面舰艇 安装MK38MOD-2舰炮系统 这也是冷战结束后 美国海军少有的大规模武器升级行动 自1991年8月起 美国海岸警卫队也开始换装MK38后 如今的MK38舰炮系统 已由最初的MOD-1型发展到最新的MOD-4型 从一款需要手动操作的进防武器 转变成了一款性能优良的全自动舰炮 未来MOD-4还将采用30毫米的MK44炼炮 来为美国海军提供更高效 更可靠的防御能力 在机炮不受重视那段时间里 美海军为了节约研制成本 提高系统可靠性 MK38MOD-1型的主炮部分 采用的是北约制式的M232型 25毫米口径的外能源链式机炮 广泛应用于美国陆军 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 与传统火炮依靠火药气体 或炮身后座动能完成装填射击不同 链式机炮利用外部电源来驱动马达 由马达带动链条 沿巨型环路做周向运动 再通过链条带动自动机 完成装填发射抽壳 弓弹等一系列动作 M232机炮就采用这样的自动原理 由一台功率为0.75千瓦的外部电机驱动 电力则由炮座上的电源组件提供 而MODE型的炮座则采用MK88型 该炮座主要构成包括相位补偿器组件 弹夹组件和MK218电力控制单元 其中弹夹容量175发位于炮座左侧 在4分钟内可完成再次装填 而MK218电力控制单元 位于炮座左侧 可为900次单射或1100发连续射击 提供电力控制 MODE型舰炮最大的优点就是体积小 且重量轻 人力进行操作较为轻松 但经历了克尔号玉西事件后 美海军发现 仅靠人力去操作这些 没有稳定系统的机炮 其士兵的训练水平 会严重影响到战斗力 于是在对MODE升级后 这才有了全自动化的MK38MOD2 2005年MK38MOD2舰炮开始装备美军 新型号与MODE最大的不同之处 在于MOD2抛弃了以往的MK88型炮座 改为以色列台风武器系统炮座 并配备了一套光电探测系统 可以进行遥控瞄准和射击 舰员不需要亲自操作机炮 就能进行射击 自动化程度和命中率都有着很大的提升 且操作手的安全也得到了保障 虽然主炮采用M242链式机炮 但其射速模式也由之前的半自动全自动射击 改为无档可调模式 最大射速180发每分 可发射全部美国制式的25毫米炮弹 炮座内备弹200发 供弹系统也经过改进 性能更加稳定 双向供弹槽也实现了左右同时供弹 完全不用担心火力不足的问题 而且为了以防万一 Mode 2还保留了人工操作模式 不过并没有安装瞄准镜 所以舰员只能根据弹拙点来进行调整 加上配备的电动四伏结构 即便是舰上的女兵都可以轻松搞定 而且它还可以安装于多种水面平台 小到排水量50吨级的巡逻艇 大到美国海军现役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 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 再到排水量数万吨的两栖攻击舰 两栖船物运输舰等等 总之经过一系列的改进 Mode 2已经成为一款性能可靠的禁防武器系统 2011年3月 美国海军与BAE公司签订合同 要开发带有定向能系统的Mode 2变体 其被称为MK38Mode 2 TLS 是美国海军几型载延的高能机关武器中的一种 2008年1月 在一次与伊朗海军小型快艇发生冲突后 美国海军提出了将高能机关武器 集成至MK38型舰炮系统的设想 2011年3月 BAE公司从美国海军获得了价值280万美元的合同 与包括波音公司在内的其他几家供应商 共同开始了为期15个月的TLS样机研制工作 美国海军计划将两套TLS系统集成至一座MK38舰炮厂 由此带来的额外增重仅约900公斤 而对舰上电力系统增加的载荷也仅为150千瓦 因此TLS的集成对舰炮本身带来的影响是很小的 据美国海军称 MK38TLS的测试工作已于2012年12月完成 技术成熟度已达到7级 样机已完成作战环境下的性能验证 在它服役后将极大提升舰炮对抗小型快艇及无人机的作战能力 弥补了现有MK38舰炮载弹量有限的缺点 提升其连续作战能力 同时根据美国海军的计算 高能激光武器每次射击的成本不足1美元 因此在面对大量廉价的自杀式无人艇无人机时 可极大的降低美国海军的作战成本 至于其他MK38变体MOD3MOD4 MOD3在2012年7月产生了 目前由BAE在TLS计划之外的一个单独计划下部署 大致是在监控火控以及安装同轴链枪方面进行升级 而MOD4美国海军专门在2019才年 启动了一项海上加速采购计划 来采购MK38MOD4变体 MOD已是为了解决无人驾驶航空系统 和高速机动无人水面航行器威胁 并且MOD4变体将用30毫米MK44Bishmast2链炮 取代之前的25毫米M23 以此来提高准确性增加杀伤力和增加有效射程 甚至USC机还打算购买MOD4 将其安装在其未来的Policyritic Catars上 可见对其性能的看重 当然也有很多朋友疑问 MK38舰炮在美军的密集阵服役后 是否有被淘汰的可能 其实它的存在与美军的F22和F35一样 可以有效地实现高低空配合打击 而MK38舰炮也和密集阵同样可以实现最佳配合 前者用于点射攻击近处轻装甲目标 而后者则全身心应对敌方战机和导弹 况且MK38机炮的使用成本要更低一些 后期维护对于后勤人员而言也相对轻松 而密集阵系统一旦启动就是在烧钱 一次射击通常要耗费几十万甚至是上百万的弹药 即便是全球第一土豪的美国海军也经不起挥霍 因为成本昂贵 所以它主要用来拦截敌方导弹 拦截的导弹造价一般都要超百万 所以在这个时候使用密集阵是非常合算的 不过在很多时候密集阵作为舰船末端防空的最后防险 一般都用不到 敌方目标没等靠近 就被其他武器系统进行拦截和摧毁了 总体来说MK38型机炮处于物美价廉的武器 尤其是打击小型快速目标上更是能大显身手 如反海盗作战 小有小用大有大用 导弹固然牛 但用导弹打击和渔船差不多的海盗船 岂不是杀鸡用牛刀 MK38型机炮老当义壮 刚好适合现代的反海盗作战 毕竟现在军舰面临的任务多种多样 除了各类大型目标之外 小型目标也是不容忽视的 在应对非传统威胁时 MK38这样的小口径机炮 显然能够满足要求 可以提供低水平的自卫火力 保护舰船免遭小型舰艇的威胁 如今我们依旧能够听到 这位老将战场咆哮的轰鸣 好了 关于MK38舰载机炮 大家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讨论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